大家好我是地方熊貓 今天熊貓要來解說 刀劍神域睡夢邊境值不值得買 本作我認為是歷代裡面最好玩的 玩起來不會有煩躁的感覺 操作是十分流暢的 跟以往的作品比較起來 Steam的評價也是歷代最高分 連不是刀劍的粉絲我都覺得是值得入手 遊戲的核心玩法非常的簡單 跟網路上的玩家合作組隊 並且進行頭目戰 目的就是要打死頭目 拿到他身上掉落的裝備 該場頭目戰需要等級40才可進入 玩家必須要先把頭目雙手的部位破壞掉 才會露出他的弱點 等次戰鬥比較適合遠程的角色來輸出 雖然說是20個人組隊合作 但是實際上遊玩時跟朋友只能4個人組隊 其他16個人就是線上的其他玩家 總共會有5組戰鬥人員 頭目露出弱點之後 就適合近戰手來輸出 實際上玩起來非常的新鮮 而且隊伍之間也有得分排名 所以玩家就會特別認真輸出 不會有想躺著領裝備的情況 頭目的攻擊手法非常的多 大概有4-5種以上 而且頭目還會有不同階段的攻擊 這已經算是一個小型的線上遊戲 而這次比較特別是 因為他支援全平台的主機連線 小貓在體驗版時是玩Switch版本 但正式版我是購買PC版 本次的遊戲畫面就是PC版本 我選擇PC版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裡面有3個遠程角色 因為我想要快速狙擊頭目 所以我就選擇PC版用滑鼠來瞄準 但是如果是其他版本也不用擔心 因為這遊戲有輔助射擊 當你瞄準敵人的瞬間 他會幫你鎖定在敵人身上的一個區塊 所以玩家就算玩家機版也可以盡情的輸出 頭目在血條減少到一定數量時 就會召喚魔物來協助他攻擊 這裡要幫助其他玩家來清理小怪 不然他會騷擾其他的遠程攻擊手 地上這些零碎的掉落物也會增加玩家的攻擊力以及血量 所以後期玩家的攻擊會越打越痛 頭目的形態變化之後就會開始有其他種的攻擊方式 紅色是傳送門請摧毀他不然會招腕小怪 這個是頭目的雷射砲 可以打所有區域的玩家 翻滾一下可輕易躲過 玩家如果是購買輸取版本的話 要和其他陌生人連線 必須要購買應收會員 PS版本小怪沒有購買 如果你是買PS版本請在下面留言 幫忙補充是否需要額外付費 遊戲的模式總共有這五種 故事模式 自由行動 同盟行動 頭目團體戰就是熊貓現在正在打的頭目討伐 護區之塔是通關之後解鎖的線上模式 沒有連線也無法玩 他是類似一個爬塔的概念 但熊貓還沒有去挑戰過 這全部的模式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刷寶 刷裝備是玩家最主要要做的 所以玩家喜歡刷裝的話 本作絕對是適合你的 而且你刷完的裝備 也可以給其他的線上玩家看 第二階段頭目就會用一些 比較奇特的攻擊方式 在戰鬥過程死去也沒關係 隊友會救你 但如果真的死透的話 也會自動重生 但是有代價 就是過關的獎勵會減少一個 玩家如果搶到尾刀的話 還會有精彩的特寫 並且獲得額外的經驗 這時候造型就有用處了 穿得越奇葩存在感越高 頭目死亡後 特殊造型裝備要自己去撿 其他裝備的話 會回收 所以 頭目死亡後別忘了撿裝備 死兩次的話 下面的額外報酬會自動忽略兩個 剛好是金色裝備的話會枯死 另外有的更重要的就是輸出排名 只有前10名會列出來 治療量也會列出來 本次的戰鬥小貓是第8名 正式版的登場角色總共有22名 需要通關故事模式來解鎖 這些妹子真的太香了 就算不熟悉刀劍神域 在遊戲裡面也會介紹 故事模式的劇情大約有5個章節 這個還不包含支線的劇情 遊戲裡面還可以選擇 簡易模式跟普通模式來進行 然後也可以使用線上刷到的裝備來通關遊戲 某些地圖有特殊的造型 玩家可能要把它找出來 大概第三章打完就可以解鎖 九成以上的角色 故事模式裡是全語音的對話 所以對刀劍的粉絲來說 有加分的效果 在某些事件是有動畫演出 小貓覺得是系列書裡面 相當有誠意的 背景音樂也是非常的熱血 另一張圖在這條圖上 我現在的功能 在此為何呢 我會想要你 那種特殊的愛 所以我會想要你 在此 一場 我會想要你 我會想要你 那樣 那是… 那是… 我和你曾經在一起戀過 我和你曾經在一起 你把你拋棄了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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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你怎麼會有這種事 你不可能會存在生身的世界上 存在的事是無法存在的 但是 這裡是仮想世界的世界 頭目模式跟頭目戰的差別就在於多了關卡的進行 越後面的關卡可以刷到的裝備等級就會越高 這些副本也有要求玩家的等級 比較特別的是玩家身上如果穿50級的裝備 跟朋友玩20等的關卡 身上的裝備等級會被下修到20等 所以不會有在後面跑的情況 每個玩家都可以打怪 這種關卡玩家也必須要重複挑戰 因為有關卡限定的造型 只有在該副本才會掉落 所以不但要刷裝備也要刷造型 頭目關卡有些地區會鎖住 必須要玩家合力 在這個操作台上 持續的按住按鈕累積能量 其他隊友就負責清除怪物 越多人累積能量的話就會越早通關 那如果都能操作控制台的話就會卡住 一樣在結尾就會打一個頭目 但這個頭目的身形就比較小 沒有像頭目聯合這麼大隻 玩起來也是不錯 但有人認為直接刷頭目比較省事 因為我們要的只是裝備 最後一個自由行動 玩家就可以來這邊接每日任務 地圖上的魔物有分佈等級 玩家可以找適合自己的區域來攻略魔物 但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大型的頭目來刷掉落的裝備 因為在本作就算組隊 打死的怪也不算是你的 必須要尾刀最後一擊 才算是玩家殺死的 所以像打倒30名地上的敵人 就必須要每次的尾刀都是你 有可能會發生打到一半被搶怪的情況 像頭目在小地圖上都會有特殊的符號 而且名字也是特別的 打死他就會有機會掉稀有的裝備或是飾品 小貓玩到現在在裝備還沒有起來之前 還是遠程角比較吃香 因為可以遠遠的刷BOSS 因為近戰角在裝備還沒起來之前被打跟紙片一樣 非常的痛根本彈不住 頂多就是有一招嘲諷技 但嘲諷沒用啊我沒有裝備 所以被打跟切豆腐一樣死去很快 還好打王的掉落物是人人有獎 不管是誰打的都能減 這算是一個小確幸 如果連掉落物都要尾刀 那真的是太可怕了 像我單獨玩的話都必須要邊打邊閃 無法無腦輸出 因為是刷裝遊戲所以一定會有稀有度 稀有度最高是金色的 再來就是紫藍綠白 稀有度越高磁條越多 金色的武器或飾品還有專屬的效果 該遊戲的磁條還可以拆下來 但是藍色裝備以上限定 白色和綠色是無法效果化 也就是說可以把好的效果拆下來 給其他裝備使用 像金色專屬的效果 這種是拆不掉的 因為威力強大 本作還需要農玩家等級和角色等級 武器和飾品的掉落等級都是看玩家等級 而每個角色也有角色專屬的等級 角色練到30級可以把 該角色持有的技能給其他人裝備 所以最終目標一定是全角色30級以上 小貓玩了五天左右已經有兩個角色等級30 所以還蠻好農的 而且玩家等級也逼近46級 該遊戲的武器和衣服跟飾品都有另外的造型 小貓覺得這次蠻佛的 因為有三種取得管道 第一個就是怪物掉落 另外一個就是農計票 而且計票是免費的 不會有因為你花錢所以計票獲得的物品比較多 第三種就是單機玩家最不喜歡的 也就是你要花錢購買造型 玩家想換造型的話可以花金幣或者是票券 而票券可以在計票裡面農到 所以算是蠻佛的 一計的票券總共可以農到兩個 只有這種稀有有雨衣的衣服需要三張票 其他比較簡易的造型就是兩張票就可以換到了 最香的是這個泳裝 只要兩張票就可以換 也就是這一季如果你有暗時農的話一定可以換到泳裝 因為我看來看去也就泳裝造型比較值得購買 泳裝造型真的太香了不是我要說 如果你真的很有錢想花的話 泳裝只要290台幣 可以買到1300金幣 泳裝造型只要1200金幣就可以購買到 計票升一等約1800的單位 總共可以農到25等 如果想農票券農到16等就行了 因為16等之後給的東西都是造型 對於想農的玩家應該是 農到等級上限 而且他是未鑑定的武器和配件 接每日任務和每週任務是最快的 因為我只要玩一次副本 只有加50的經驗值 但是每週任務一次給700 等於就是玩14次的副本 每日任務的報酬也不錯 每日任務一天只能結500的經驗值 本作有一個特色可以使用記憶碎片 換到歷代的故事以及回憶 回憶湊滿的話還能加角色能力 比較美中不足就是這些回憶是沒有語音對話 我個人認為如果有語音對話的話就十分完美 這些圖庫熊貓覺得有些還不錯 算是抽長用 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